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动向你的手指头点下关注吧 以及给我一个赞 另外市井色在节目最后也会给大家送上大礼包 加拿大移民留学的全套资料 大家可以看屏幕上方的提示来领取 申请加拿大临时居住签证 包括这个study permit work permit以及immigration移民的话 一项必要的材料就是无犯罪记录证明了 从加拿大移民的相关法律来看 如果申请人曾经有过犯罪行为 或者是曾经被定过罪 那么就可能会被列入禁止加拿大了 犯罪是包括一些普通的犯罪 或者是情况比较严重的犯罪 但是根据犯罪的类型以及时间 以及它改过自新的表现 还是有可能重新拥有进入加拿大的机会的 按照加拿大移民和赖民保护法 犯罪背景不可以入境 是属于inadmissible的 也就是说它是有刑事犯罪行为 或者是其他记录申请任何签证都可能被拒签 但是呢曾经有过刑事犯罪或者是记录 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能够去加拿大 有一个词叫名誉恢复 叫rehabitation 有记录的这个申请人是需要做证明的 证明自己已经名誉恢复了 叫rehabitation 加拿大移民法呀 对于这个名誉恢复没有专门的法律定例 但是申请人需要证明自己已经恢复名誉了 简单来说呢 申请人需要证明自己自犯罪行为之后 已经改过自新 行为良好 是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 这说起来容易啊 实际的操作中啊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因为这类问题涉及到加拿大的刑法 跨国刑法的对应比较 和移民法等方面的专业法一方面的知识 是由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士呢 来进行操作的 那么有犯罪记录的申请人呢 有两种情况去可以获得名誉恢复和赦免的 首先第一个呢 需要申请名誉恢复 第二呢 或者你曾经犯过的犯罪证刑 按照加拿大刑法来说 最高不超过十年 而且是属于indictable offense 可以起诉的这种犯罪 并且服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年 就可以自动被视为你已经名誉恢复了 如果你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需要申请名誉恢复的话 那么对照加拿大的刑法申请名誉恢复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呢 如果你的犯罪记录是属于indictable offense 就是可以刑事起诉的这种 而且对应加拿大的刑法刑期是低于十年的 那需要在完成刑法之后的五年 可以去申请名誉恢复 如果你这个服刑的时间已经去过了 超过了十年 那么你就自动变成了名誉恢复了 第二条呢 第二个方法呢 是如果犯罪记录是属于indictable offense 而且对照加拿大刑法的刑期 是十年已经以上的 就需要完成服刑之后 的五年后你才可以再做申请 第三呢 那如果你的犯罪记录是属于summary offense 属于轻罪 而且犯过两次级以上的 那需要完成刑法和处罚之后的五年之后 自动变成这个名誉恢复 完成这种改国自新 那么给大家做一下基本的总结 那有犯罪记录 能否移民加拿大呢 首先就刑期是十年以上的 这种犯罪了 那首先呢 如果申请人被判十年以上的徒刑 那么在服役完成的十年之后 是可以移民加拿大的 但需要递交申请啊 申请自己这个名誉恢复了 那第二呢 如果申请人被判是十年以上的徒刑 如果服役完当下不到十年啊 就是你服刑的时间是不到十年的 那么你在这个阶段还是无法申请移民的 我们总结一下 刑期是十年以下的 那第一条呢 就是如果申请人你是被判十年以下的 图形 那么在服役完成十年之后就可以申请加拿大了 不需要再做额外的手机去做核准的申请啊 自动就会判通过 当做一个正常的申请人去做申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的申请人呢 那如果你的申请人呢是被判十年以下的图形 那么服役完成到现在是超过五年 但少于十年的话也是可以移民 但是要申请审核申请你的名誉恢复 第三呢就是申请人如果被判十年以下的图形 服役完到现在少于五年 你是无法申请移民的 此外啊很多人来问酒驾能够移民加拿大吗 再次特地拎出来做回复 那自从加拿大的这个刑法修正案通过啊 那条是C46条 酒驾从一般的刑事犯罪升级到严重的刑事犯罪 因为你有酒驾驶而想要来加拿大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那以前有酒驾驶可以视为啊 你已经名誉恢复了来解决 但是酒驾的性质现在在加拿大被判的这个罪行升级了 那申请人就必须提交正式的名誉恢复的申请 那这个难度和复杂性就大大提高了 那么从2018年的12月18号之前的酒驾历史是不构成影响的 但是啊 依然要特别谨慎的去做处理 因为根据加拿大刑法的C46条的修正案 实施是加拿大政府传递出来一个明确的信息 绝对不姑息酒驾 好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加拿大移民留学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欢迎通过留言或私信来联系我 那么我们还给大家送出一个加拿大移民留学的全套资料 这里面有加拿大移民项目的各个介绍 打分表 紧缺职业 语言要求 择效指南 大家可以看屏幕上的信息来去领取 我们下一期的有料加拿大 再见